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媒体传播了二十多年 国内 国外 都普受欢喜信奏 所以风水学的奥秘 我们继续来研究 这一节我们要来讲卧室文 冀冲文出来是墙角 冀冲墙角如壁刀 就是会患血光之灾 患血光 闭刀 你闻出来了 就像刀子往里面切 会心脏开刀 常常有莫名其妙的 血光之灾 我印证很多了 所以 我们要能够了解的话 不要患上这个毛病 这个局势趋吉避凶 不是迷信与不迷信的问题 而是实实在在的 吉凶 祸福的感应 我们曾经有某一位高官 他搬了新房子 这个房子 他的卧室文出来 刚好是墙角一支刀 像刀子往里面卧室来射进来 一半进去住了 没有多久 还不到半年 就开始心脏里面痛 肚子里面痛 查也查不出原因 剖开来了 开刀了 还是找不到原因 那时候就感觉很怪怪的 所以求助王坦老祖 我就用意 用意经普怪 朱雀洞 来刻 朱雀洞来刻四窑 那就是 卧室文出来 有闭刀 这一位 官联先生 财顾佬说 原来我不信 没有想到 闭刀那么严重 夫妻 夫妻 两个都开刀 所以这个问题 家家户户 都能避免的 为什么不避免 所以不要以为 我读了多少书 我不信 不信也可以 信也可以 事实 就是影响到 人的健康和平安 所以 我希望 构建 对于 杨仔风水 的问题 大家不要 忽略 家里会更平安 那 天主天下 的爱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